歡迎來到本週的一個Common Lider Levi's的速刊&心得時間 本週是我們第39集的一個速刊&心得 我要先說其實這一集的拍攝手法 一直讓我有點想到Amazon的感覺 就是在一些比較危急比較絕望的狀態 他們都採用一種冷色調的風格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蠻酷的 我們把這個點講完之後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這一集的一個故事吧 依然從眾人刷怪開始說起 但是與之前不同的是 現在擁有了可以對抗肌膚的力量 同一時間這次的戰鬥也被我們的週末直播 使用與新上級同樣的手段 讓眾人知道我們是有反抗力量 沒有必要臣服於肌膚 但這時候畫面來到一雙來自菲尼克斯的手 不對是前菲尼克斯 並且伴隨著新上級的微笑 也因為此次的原因 目前有大量脫離新上級掌控的難民前來避難 情勢逐漸好轉了起來 剛執行完任務的男主 恰巧碰上回來的妹妹與廣山 並且雙方互相鼓舞了幾句 因為在這種狀況下 鼓勵才是最好的幫助 相較於這邊的安逸 我們前菲尼克斯的國家安全保障特區 亞拉拉特 這邊就沒有這麼好過 說實在那個名字有點難念 所以我們就叫保障特區就好了 我們大爾依然不理解 為何哥哥在絕對的力量面前依然不臣服 這時候其他也不知道 磁力硬張的強大程度 大爾為了不產生更多不必要的犧牲 因此決定前去遊說看看 剛結束完說的事情的男主 回到澡堂後碰上我們的爸爸 爸爸也看到這次精彩的表現不免誇了幾句 並說到等到大爾回來後我們再一起去溫泉旅行吧 男主對此感到疑惑 並說我們有去過嗎 VICE眼看不妙立即將我們男主拉走 在一旁隨機質問一些只有男主知道的事情 雖然可以全部回答出來 但是唯獨溫泉旅行想都想不起來 VICE也說難道記憶的消失速度正在加快嗎 難道除了戰鬥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嗎 畢竟他還是不希望男主要這樣一直忘記 這樣一直忘記也不是辦法 最後把自己忘了那就完了 畢竟他不是Decade還算是一般人啊 男主回覆道 你這句話可不像個惡魔會說的話 我想好了 我不會放棄 不讓任何人受傷的道路啊 簡單講不管自己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是一定要完成這條路就對了 畫面畫切到我們大二這 這時候出現一個有趣的畫面 我們的貝利爾早上大二病說 你沒有惡魔 我被爸爸遺棄 要不我們合作吧 哇如果這邊合作 那真的就是精彩好不好 而且大二一定會多一個新的型態啊 想當然我們的大二想都沒想就直接拒絕啊 畢竟他是來救人的不是來當惡魔獲得力量的啊 周末中我們的博士早上爸爸 並說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之後事情交給我了 看出來他們兩個已經冰釋前嫌的啦 突然間我們的新上級開啟了記者會 打斷這溫馨的時刻 新上級說到 分裂人類並不是我所期望的 從中都是有人在暗地裡挑撥離間 那全就是Week End 並且使用之前收集到的片段 就是在前面那個他們拍攝的片段 剪輯成為Command Lider在破壞人民屈服的一個影片啊 最後說到為了和平 我們決定開始鎮壓Week End 簡單講就是不演了 由於敵方人數眾多啊 再加上這邊只有小跟班人變成為Command Lider 戰鬥因此完全陷入了下風 為了保全大局 他們決定犧牲掉這邊 要求有能力者與難民者競速撤離啊 在這次的戰鬥中 小跟班的媽媽 瓜虎就是扮演的那一個 也因此戰死了 眾人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無不例外全員沉默並且安慰小跟班了 我們大而也因為看到犧牲因此暴怒 覺得這都是他們害的 所以這邊可以看出來 其實當然是好人啊 只是他選擇了更穩健更保守的一個做法 就是選擇稱服於他 畢竟有他的庇護之後呢 還是可以獲得安逸啊 只是在恐懼的統治之下 另一方面 我們的博士早上廣山敘舊 並展示因為他而完成的量產型Demonstriver 博士說道 拜託你把這個交給你信任的部下吧 雖然你不能變身了 但是作為指揮官還是加油吧 臨走之前說道 雖然我不奢求你的原諒啊 但是 抱歉 所以看出來我們的博士真是完全長大好不好 從一開始那種瘋狂的科學家 到現在已經完全成熟穩重 為了大局而中啊 雖然我們的廣山沒有說什麼 但是動作上還是原諒我們博士啊 並且拿了這幾條腰帶離開了 另一方面 為了不造成傷亡 我們的大二帶著大量的惡魔打算前去 震懾他們 讓他們屈服啊 我其實這個畫面蠻震撼的 我很喜歡這一集 他們拍這種比較寫實比較恐怖的畫面 我覺得拍得非常非常好 那個恐懼感是完全有出來的 並且對眾人說 我是在拯救你們的 只有臣服於肌膚才可以活救 他這邊是講肌膚不是肌膚大人 所以看得出來他內心其實還是不情願的 但是只是沒辦法 但是呢 他們是難民不是智障 對於這群早就知道卡梅拉達力量的人 早就有了堅定自由的內心啊 此時我們的大二如同受了氣的孩子落下了眼淚 明明是在拯救大家 卻會受到如此的對待 一個罐子飛了過來 直接砸破我們大二的臉 大二直接暴氣 就算用武力也要把你們靠走 為了保護眾人 我們男主角也立即擊殺那些小怪啊 隨後兩方從室內直接打到室外 但男主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 畢竟是自己的弟弟 他始終是下不了手的 大二說到 就是你給予了大家希望才會變成這樣的結果 男主說到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大二說到 我知道啊 我是在保護這個世界 所以要清除 礙事了人 並且對我們男主角使用大招啊 但此時我們的VICE開不下去了 直接用磁力反擊大二的大招 看得出來大二一樣的爛好不好 大二真是非常非常弱 大二看得這麼屌 是因為男主都在讓啊 眼看大二被迫解除變身 我們男主立即前去查看傷勢 但這時候呢 我們大二竟然用槍指著男主的臉 故事就在這一幕戛然而止 這一集的故事其實還蠻精彩的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看到大二很掙扎 但是呢 從他的語氣啊 還有一些細節上的處理 可以看出來 他也是迫於無奈而臣服 並不是毫無頭緒那種臣服啊 這點算是蠻棒 然後呢 在討論這個點之前 我們需要買進入我們的一個 心得&復盤環節 這一集的重點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一個人而已啊 就是我們的大二 這只是單純我覺得很像耶 就是大二其實有一點像是我們的豬雀啦 在絕對的力量面前 他只能選擇一個最合理的 畢竟他的力量就這麼多 所以呢 他能選擇的東西就只能這樣而已 而且又加上 其實我們可以仔細看到 這一集 導演給了大二非常非常多畫面 就像是 他拒絕我們的貝翼爾 因為這次的突發襲擊 導致有人犧牲 我們大二非常震怒 然後再加上他講話的語氣裡面 基本上對我們的肌膚是沒有任何一點敬重的 只是情勢所必 所以呢 只要選擇這樣而已 他跟眾人講 只要臣服於肌膚 就可以獲得安全 你看他只有用到肌膚 並不是使用到肌膚蛋 只是他選擇就跟我剛才講一樣 選擇是最合理的方式啊 等到下一集經過這次襲擊之後呢 他知道 吃石硬葬的力量 基本上就會鬼陣啦 這個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就有點像是 後續我們的豬雀成為乳露修 成為他最強的騎士是一樣道理 他是正義的 但是呢 他會去 視情況做改變 選擇一個最正確 或是最絕對的力量 臣服於他 以換取眾人的安全啊 並不是自己的安全 是眾人的安全 所以呢 只能選擇一個 最合理 最能保護大家的方式啊 我覺得這個點還不錯 基本上 他的內心掙扎 他的潛移默化 都沒有任何邏輯上的瑕疵 我個人覺得啊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都是 自始至終都是那樣 不會因為 過久的這樣沉默之類的啊 只是我還是覺得好可惜哦 如果可以看到大二跟非裔而合體 那應該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形態啊 因為畢竟 一個少主人 一個少惡魔 兩個人鬥在一起 也不說不可能 而且鬥在一起搞不好超級強大啊 但是也說不好 搞不好後面 強制附身 那也不好說 所以呢 我也不太知道好不好 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點還不錯 官方在那邊設了好幾個轉折點 每一個點都設計的有評有趣啊 就不會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其實整個路去看完之後呢 我個人覺得 大二的用心程度 我個人覺得 比男主角多太多了啦 我自己覺得啦 但是呢 也不排除 後面幾集會探討到 男主角失憶的問題啊 因為男主角失憶之後 你現在已經日漸嚴重 而且好非我們在中間這邊啊 都過得太開心了 每個人都過得非常安逸 獲得強大的力量 但是最後我也有一個小小的點就是 眾人還是不知道 這個力量是藉由男主角的記憶換來的啊 所以呢 後續 男主角我個人覺得 他應該是會把自己忘掉啦 啊 只是 要怎麼演呢 不太知道啊 哇 有點怕演到那種悲傷結局 畢竟 這次的那個方位篇都演成這樣了 所以呢 所以呢 請大家做好 男主角可能會犧牲的準備啊 我個人覺得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集 Command Lighter Revice的39週刊 你的新的時間好不好 拍攝的畫面跟前幾集的風格 算是蠻不太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啊 好 那一張就是我們這一次 有一個Command Lighter Revice的一個書牌 你的新的時間 錄下喜歡的喜歡 喜歡的話 大家的影片 我們下期見 掰掰